大家好 科大讯飞凭什么拿下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呢 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凭什么有这样的核心科技呢 科大讯飞的获奖项目叫做多余种智能语音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这项技术的突破堪称卓越 不仅涵盖了英语 法语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 俄语 这六种联合国的官方通用语言 关键问题是科大讯飞还包括了63种小语种和24种少数民族语言 包括中国各地方的方言 这显示出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技术 它应用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没有真本事不吃不肯的拿到国家科技一等奖的 科大讯飞在复杂语言信号 节偶建模 多语种共享建模 语音语意联合建模和国产易购硬件平台训练及推理加速 这四大关键技术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另外呢 科大讯飞的获奖项目 还实现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最近三年 这个项目累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达到521.28亿元 而且带动了中国深谷的产业集群和快速发展 科大讯飞围绕着这项技术构建了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也助力了中国制造出海 引领语音产业链的发展 比如说它的车载智能化产品 就助力了像奇瑞 伊契 长安 这些车企的订单出海 科大讯飞这一次的获奖 不仅是对它在人工智能这方面深耕25年的肯定 也是对科大讯飞持之以恒 要推动中国语音技术产业化的高度认可 作为本年度评选当中唯一的民营企业 科大讯飞的获奖更是凸显其 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 不管怎么说吧 科大讯飞的得奖 那么其实展现出人工智能在各个方面 未来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而语音识别则是其中的一个 应该说科大讯飞长期以来的坚守 让本次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变得实至名归 我们如果有朋友关注科大讯飞的后世表现 应该要紧盯接下来的业务发展 尤其是和科大讯飞有高度合作的 很多中国制造型企业 高端制造企业的出海表现 有的朋友不服气 说你不就是个语音识别吗 现在那么多的公司都能做语音识别 凭什么是你科大讯飞呢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科大讯飞的突破性进展 对中国科技全球化布局的重大意义 首先我们前面讲了 科大讯飞的这个项目叫做 多语种智能语音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关键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多语种智能 第二个是产业化 既然谈到了多语种 那自然就是前面所说的 全世界联合国的公布的什么主流的六种官方语言 各种方言 各种小语种 对吧 完全支持 那么大家想过没有 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 中国的各种高端制造 未来都会包括语音功能 我们现在在汽车当中都是通过语音进行车机对话 如果要让我们的汽车卖到非洲 卖到南美 卖到比如说巴西东南亚等等国家 还有中东的一些国家 那到时候你这些人机交互 车机对话到底要怎么用呢 所以如何通过技术的手段来攻克这样的难题 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多语种智能 那么未来在产业化布局方面 在中国科技出海方面 都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再比如说 现如今是凭这个AI手机 AI笔记本的时代 AI电脑的时代 所以各种AI功能语音交互必不可少 因此呢 怎么样和设备对话 中国以后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机器人 在全世界要销售 如何和机器人之间对话 你总不能够让其他国家的朋友 都先学会咱们的普通话 然后才可以买我们的产品吧 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说 这一次科大逊飞的突破呢 在产业化方面非常非常重要 对中国高端科技未来的进一步升级 在全世界的销售布局 也是极端的重要 我们谈到了多语种的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翻译等等这些方面 其实每一个环节 都有很多的商业应用场景 特别所提到的关键技术当中 像复杂语音信号节偶建模 多余种共享建模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人工智能 所谓的相对于大模型的 小模型的核心应用 现在市场上动不动就喊 什么上亿千亿参数的大模型 但是呢 在某一些细分领域 几十亿参数的模型 如果能把它做得很好呢 实际上就能够产生非常高的经济效应 而科大逊飞在这个领域当中 在语音识别领域呢 应该说做出了楷模 做出了榜样 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我们前面只是列举了 像智能汽车 各种机器人 是其中一个方面 还有包括像会议的转写呀 智能的翻译呀等等 这些都会推动语音技术的产业化 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布局 全球化的产业的运作 那么自然有这样的基础 打破这样的壁垒 就能够实现广泛的经济效应 项目近三年来 累计时直接经济效应 521.28亿元 带动中国深谷产业聚集和快速发展 那么在国际方面呢 科大逊飞的语音技术 也是在多个国际权威的比赛当中 都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尤其是中国的科大逊飞 在和谷歌公司 微软公司 这些美国的头部的科技大厂之间 来进行盲测对比PK竞赛的时候 科大逊飞也是表现卓越 这一点非常关键 本次科大逊飞的获奖项目的核心技术挑战 是解决各种小鱼种的智能语音系统的构建难题 从而提升了小鱼种语音系统的性能 也造福了一些小国家 并为中国未来的全球布局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 语音建模 那么提升了复杂场景的语音理解的准确性 优化了同传 离线和方言翻译的任务 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它需要通过先进的算法 通过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系统的准确的 把人类的语言语音转化成文本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还要利用语音合成技术 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这也是人工智能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领域 可以把文本转化成流畅自然的语言输出 那机器翻译自然不必多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不仅仅是算法 机器学习 大模型 这个层面 还涉及到了算力的底层支撑 也就是所谓的硬件环节 科大讯飞呢 也是自主研发硬件清合技术的应用路线 面对国外高端智能算力芯片断供的挑战 当然我这里不说 朋友们也都知道 就是英伟达 那么美国方面呢 拒绝英伟达卖给中国 那么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 一面旗帜 那么科大讯飞就去和中国的顶级的人工智能算力公司 比如说华为的升腾芯片等等 来进行合作 从而呢 自主研发高端的算力芯片 那么特别 这个能够让中国的人工智能有了基础的算力的大模型的支撑 这一点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 换言之 解决了这一领域的卡脖子的难题 另外一方面 大模型时代的到来 科大讯飞结合AI大模型 和多余种智能语音技术 也推动着语音大模型的效果提升 和新的应用场景的拓展 那么我想呢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不仅是对科大讯飞技术创新的肯定 也是对其在产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的认可 这个奖项的获得 也大大提升了科大讯飞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科大讯飞的技术突破 有多重的重大意义 涵盖多余种的语音识别合成 那么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可以和众多的国家来进行合作 你好比说很多的这个规模没有那么大的国家 他们的语言在全世界呢 可能也很小众 但是呢 他们有可能会产生出非常优秀的艺术 文学 电影 等等 你比如说伊朗的电影 在全世界也很有名 对吧 未来 那么通过科大讯飞这样的一种技术 各种小语种各种方言都能够识别 或许啊 原本在全球 这个文化影响力比较有限的一些国家 就可以把他们的国粹 经典的东西 通过科大讯飞的技术 在短时间之内呢 就能够让全世界来分享这些文明的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科大讯飞既是一家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 它也是我们人类 未来这个所谓数字平权发展过程当中 打破壁垒的一个关键型的企业 科大讯飞的技术 它绝对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 而是成功的实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 不仅为企业带来经济效应 同时也创造社会价值 还不仅是中国的社会价值 包括全人类社会价值 那么对于提升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 科大讯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尤其是我前面所说到的小鱼种的问题 我想除了科大讯飞这样的企业 在这方面做出这么多巨大的这个研发 那么任何其他的企业呢 恐怕也不会花这么多的心思来做这件事情 在复杂场景之下 要能够做到语义理解的准确性 难度是非常大的 科大讯飞大力投资硬件技术本身 其实也是对外部挑战 直接说不直接啊用自己的研发来攻克 被卡脖子的硬件难题 从而能够实现硬件层面 算力层面的自主可控 在AI大模型时代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 AI大模型的兴起为智能语音技术带来新的机遇 科大讯飞通过结合大模型 那么不断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从而呢为人工智能的落地和可商业化 做出重要的贡献 所以作为一家AI公司 科大讯飞他不仅用科技为社会 为经济做贡献 同时呢也会用科技的方式来做公益 科大讯飞发起了方言保护计划 和听见AI的声音 这两个公益行动 为那些听力有障碍的朋友 提供免费的服务 这个做法本身呢应该说是非常功德无量的 那么我们展望未来 科大讯飞的技术发展和创新时间 为智能语音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 也预示着语音技术将在更多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科大讯飞不仅在技术上取得突破 更多的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当然也推动着自我商业价值的实现 那么我们祝福中国有更多像科大讯飞这样的企业 能够在核心科技领域有坚守 那么也能够长期的投入研发奋斗 最终取得一些重大的突破 取得非常好的成果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